什么以后决定嫁给他呀 什么结婚呢 这也太早了吧 事情要慢慢来 本以为青木川这次开播 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新的节目 但没想到依然还是赏金赛 人头赛 也许大家现在都已经看见了这些 但是仔细想想 我们合并精英这个游戏 不就是淘汰敌人吗 单次的技术主播也好 娱乐主播也罢 他们都是靠这个游戏吃饭的 大家看技术主播是为了学技术 还是为了看主播 不停淘汰敌人的那种快感呢 还有就是你们看娱乐主播 是为了看他的颜值呢 还是看他的幽默呢 我觉得说来说去 大家的主要目的就是开心 而他们这些主播的任务 就是带给我们开心 所以归根结底 我们屏幕前的观众们 不管是玩游戏 还是看直播 大家无非就是为了 在闲暇时间放松一下自己 而现在回忆起青木川 参加过的赏金赛 大家大概最喜欢的 就是月狗组合了吧 月姐从赏金赛和大狗相识 什么我老板找的人 你到时候别打我脸啊 你老板是男孩子还是女孩子 她是大美女 但是是女孩子 我叫你啊 青木川被称为 海岛第一代妹狗王 曾经的他 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妹妹 他都只和他们玩一把 不仅如此 海岛大厅的一大半妹妹 都被他叫过帮帮 但自从遇到了月姐 他就再也没有了 之前那些辽媚行为了 从他和月姐认识到 他们见面 也仅仅是相隔了一个月 而这一个月里 他们配合默契 月姐总会在大狗 受欺负的时候 及时维护他 也就是从那段时间开始 青木川的人气开始飙升 每天直播间 人气稳定七八万人 甚至还上了几次十万加 而她的成功 不仅得益于自己的 一直坚持不懈的努力 同时也离不开月姐 对她的帮助 他们两个人互相成就 这才有了之后的第二次见面 看着月姐穿着恨天高 还依然要陪青木川 在冷冲中汽车的样子 我们好像又开始相信 在游戏中 还是可以碰到 我们自己喜欢的那个人的 不知道屏幕前的你们 有没有在游戏中 遇到过你们喜欢的人 甚至到之后的奔线 再到最后的相知相爱呢 如果有的话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分享 说到这里大家暂停一下 如果你想谈恋爱了 不妨试试这个 能根据你的喜好 选人的恋爱软件 你可以在这选择好 你想要的女友特质 牵手就会根据这些特质 给你推荐符合你要求的女生 她们大多条件都不错 也很有涵养 最重要的是 她会优先推荐喜欢你的女生 所以在牵手 脱单成功率才会这么高 牵手不是机械的筛寻匹配 她会重视你的感受 把你所喜欢的 直接推到你面前 希望她能帮助到 然后一起携手制裁渣男渣女 最后再到线下一起见面吃饭 紧接着就是感情逐步升温 宝宝叫得是越来越顺口 亲密的动作也是越来越多 从事实开始当狗 不准叫我月姐叫我宝宝 好不好 这不太好保证 干嘛 不会是晚安在 你不好意思叫吧 尽管青木川现在已经来了广州 但是她和月姐 还是会经常一起玩游戏 毕竟在游戏中 碰到一个配合默契的游戏搭子 的确挺难的 不论最后他们如何发展 我们大家就只需要每天在11点钟 默默守候青木川的直播间就好了 最后小爱也想告诫大家一句 在网络上 我们可以碰到懂我们人 但同样我们也可能会碰到不怀好意的人 大家一定要注意分辨 千万不要轻易相信 藏在网络背后的那个人 大家喜欢小爱的 也可以给小爱点点关注 点点赞